行政院环保署结合跨部会 办理第三届全国循环经济周活动 昨日在扶蓬洗来灯饭店国际宴会厅举办 2021澎湖无速导 继循环设施参访展示与参序论坛 参与活动除了行政院环保署副署长沈志修 还有15国驻台使节 包括圣克里斯多福 吉尼维斯 瓜地马拉共和国 宏都拉斯共和国 尼加拉瓜共和国等 及其他国家代表 其他部会及业务单位代表团 澎湖由副县长洪庆舅代表县长出席 秘书长卢春田及环保局长陈高梁出席 所以台湾是一个海洋的国家 我们希望对海洋的威慕尽些气力 所以除了刚刚讲 我们希望点头减量之外 我们也采取了一些措施 包括像这个塑胶围力 我们是净值使用在洗脸洗面乳上面 我们担心这个塑胶围力会流到海洋里面 所以我们已经开始禁用了 其他的有一些措施 比如说我们会从机关学校 还有一些白货公司的商场 开始要求在店里面用餐的时候 不可以提供一次用的 用完就丢的这个餐具 必须要使用可以循环清洗的裁具 那对于这个使用完就丢的这些平平关关容器呢 我们会全力来回收 环高署在1996年 推出了一个资源回收四合一计划 成立了资源回收基金 我们跟制造输入业者 收取 汇用 来补助给后端的 从事回收跟再利用的人 让他们有领导补贴 所以这些容器 会回到我们的处理厂 回到处理厂之后呢 经过处理之后 它可以变成再生的这个瓶管再来使用 县府副县长洪庆就说 针对海漂垃圾 本地产生的塑胶垃圾 县府市为市政重点 喊出减速的口号 全县公司114个单位与村里 去年动员有3万人次 进行有270场次的浸滩 清理海岸线长达300公里 清理出海漂垃圾达400顿 其中塑胶瓶管占高达47.8% 所以县府这几年 将检授 视为市政的重点目标 喊出了检授的口号 那所有的机关学校 县内的公务机关 总共有114个单位 那带头来做示范 那很像机关民间团体 跟公司有协力来 来作为伙伴关系 所以 共同来为澎湖 一同来做努力的检措 但由于海味垃圾严重 近两年我们加糖 加强进餐的活动 澎湖期间总共有96个村里 那都配合响应 从108年至今 已经清理海岸线 长达300多公里 那清洁海味垃圾400顿 那浸滩 浸滩活动总共有270场市 动员了3万人士 那社区参与百分之百 那全部投入来做浸滩活动 圣克里斯多福 及尼维斯驻华大使 代表使节团致辞时 从澎湖这个岛屿 谈到他们国家所在的加勒比海 他说加勒比海的小岛国 目前正面临地球气候变迁 所带来的环境冲击 他们期待以开发国家 能尽到他们的责任 共同来保护地球的环境 澎湖无数岛 即循环设施展 除了有减速 源头减量 与海洋塑胶废弃物论坛外 现场还展示县内各社区的 检树生活智慧扎根 与循环新经济等两大展区 展示公司各部门推行检树 与检树循环经济再利用的成果 期盼让澎湖的环境 迈向无数永续发展的愿景 它可以做在堆砌的部分 我们叫H型砖 然后这个沉到海底 就是可以让它做成一个 一个珊瑚交亭的样子 对 那我们刚刚有介绍 就是我们现在有在 像这个砖就是有做一个 无性繁殖的部分 然后这个管束呢 我们现在在做测试是 有性繁殖的部分 就是它直接用珊瑚软素复苗 对 所以目前的成长量态都还不错 但是我们还是需要经过时间的一些考验 就是包括刚刚若伊他所讲的 因为像派水温度的问题 记者王海龙报道